与日本斗 韩国毫无疑问是最有经验的 最新的这一轮 日本决定排放核污水 一天之内 韩国使出了连环五招 一气喝成行云流水 刀刀剪肉 当然 奈何日本肉太厚 先说五招 哪五招呢 第一招 立刻召见大使 在日本所有的驻外大使中 最难担的估计也就是驻韩国大使 召见大使是一种很严厉的外交举动 但日本大使半夜的被召见 劈头盖脸的骂一顿 在韩国估计也是家常便饭 反正 日本决定一公布 日本大使向心笑意 就竖章做好了去韩国外交部 哀训的准备 果然不出他所料 韩国很快通知 你赶紧来吧 可怜这位日本大使 今年二月才到论 还没来得及 向文在寅递交国书 就先被韩国官员骂了个狗水喷头 反正媒体拍到的照片 戴着口罩的向心笑意 连热铁青离开了韩国外交部 第二招 民众强烈愤怒 这种关系民生的事情 官政府出面也不够 更需要民众多施加点压力 在这方面 韩国人也是最有经验的 反正日本政府一公布 删起一个韩国NGO组织的 脱河市民行动 立刻发表声明强烈谴责 并将日本决定定义为 核恐怖活动 恐怖主义是人类致癌 和恐怖主义是日本特产 公开信也有针对性 日本你不是说 稀释后排饭吗 但再怎么稀释 总量不变 这种稀释真有意义吗 当然了 很多有个性的韩国人 专程跑到日本大使馆门前 看议 举标语 铺喊反牌口号 一些团体还在那里 举办记者会 前者日本太不负责了 估计吵得向心笑意 头皮都发麻了 第三招 积极国际公关 韩国人也清楚 国际形势不乐观 美国人都倒到了日本一边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发推 感谢日本信息公开透明 但是真透明吗 韩国人来打脸了 按照韩国外交部的说法 韩国传召日本大使 最大诉求是 日本信息披露问题 很遗憾 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的专家们 未能够获得要求日方提供的四类必要信息 分别是 核污水从纯水罐流入大海过程中具体的处理方式 开始排放的日期 排污总时长 总排放量 韩国人不是独自在战斗 还一定要联合日本人 在民众层面 韩日NGO还逐渐了 辅导核事故十周年 韩日准备委员会 提前一天致信日本政府反对将核污水排入大海 据说签名的有86个国家的6.46万人 告诉日本这是全世界的反对 第四遭总理亲自出马 沙昭还在后面 随后韩国总理亲自出产了 他在脸书上发文强烈的谴责日本做法 认为这侵害周边的国家公民权利 太不负责了 韩国绝不能接受 道理也很简单 这些核污水排入大海 可能导致全球海洋污染 丁总理也说了 如果日本政府执意这么做 将又一次犯下历史性错误 日本你是惯犯 但韩国怎么办 丁总理也说了 韩方将与国际组织 国际社会携手合作 努力阻止日本排放核污水 并强烈地要求日方 透明公开所有信息 并采取保障海洋生态安全的具体措施 日本不收手 韩国不罢休 没过你屁股都歪了 你劝也没有用 第五招 去卖日本厂的海鲜 这才是真正的大杀气 按照韩联社的报道 韩国各大超市明确 坚决聚卖日本厂海鲜 4月13日当天的一张照片海鲜市 就在首尔市的一处大型超市 工作人员特意地摆出告示 停售日常海鲜 刚开始我还很好奇 日本不是也说了 现在还只是做准备工作 真正的排放 在两年之后实施 韩国人现在就干上了 仔细查了一下 韩国人十年前就干上了 本来韩国是日本海鲜的一个重要市场 但2011年和事故后 韩国大超市单机立断 停止销售所有的日常海鲜 现在只是再一次重申立场 那其他渠道的日货呢 很有意思的是 韩国政府当天明确 要加强溯源管理 对虚报水产品原产地的 将严厉惩罚 日常海鲜 你就是穿上了马甲 也得给你扒下来 怎么样 对付日本 韩国还是有经验 有手段 当然 韩国人确实很焦虑 日本核污水排放陆海 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韩国 韩国渔民更愤怒 每次日本放风 要排放核污水 他们的海鲜销量就下降 别看韩国人刀刀见肉 哪知道日本肉太厚 日本多少还有恃无恐 连老大哥美国都肯定了 国务卿布林肯还特意的感谢 这种战队也还占得太明显了吧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 日本国际公关的成功 但韩国的强烈反对 中国的严正交涉 应该也让世界认识到 西方舆论还真不是国际舆论 日本前最近的两个邻居都没搞定 这算什么事情 总有一种感觉 日本也是在演戏 表面正式决定了 但所谓的两年的准备时间 其实还是在观望 如果没有强烈反对 那就排 如果反对铺天盖地 那估计不得不重新考虑 因此这是一次博弈 可能确实需要全世界团结起来 与日本展开斗争 韩国你承担着特别的责任 加油 对于日本政府的无耻 我外交部发言明确指出 一 福岛第一核电帐 发生了最高等级的核事故 其产生的废水 同正常运行的核电帐废水 是两回事 否则这些年日方也没有必要用罐子 把这些水严密地分装起来 二 希望美方在真正的环境问题上 对视不对了 三 日本在 会全境安全处置手段的情况下 不顾国内外的质疑和反对 未经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充分协商 当方面决定以排海的方式处置福岛核废水 这种做法极其不负责任 将严重损害国际公共健康安全 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窃身利益 此 在同各例攸关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前 不得擅置启动排海 日本国内的是一片强烈的反对声音 辅导当地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反对日本政府的相关计划 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 在与首相菅义伟会谈后表示 他能对江河废水排入大海的计划 表示反对 称日本政府这是针对人类的犯罪 这时极其诡异的事发生了 一向喜欢打着环保旗号的美西主流媒体 全部鸦雀无声 出奇的一致的 对日本的决定向大海排放费水一事 不予报道 日本政府一边决定祸害全人类 一边开动舆论的宣传机器 开始攻击任何质疑其排放和费水的行为 是造谣使其生育受损 并扬言要采取措施打击 这就是最典型的流氓逻辑 日本政府别看对于处理核废水不舍得花钱 可是外务省却很舍得花钱搞舆论战 这不 中国的那些金律们就赶紧地跳出来 为日本组织洗白了 在美国下令的胁迫之下 美国所控制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也在之后突然发声 对日本的决定表示欢迎 称已经准备好为监测和审查排污计划提供支持 可是 据科学机构的模型预测 从福岛排放核废水 只会顺着日本暖流往北往西走 首先达到加拿大和美国 核废水会顺着海洋洋流在北太平洋绕一圈 才会达到中国台湾地区附近 大概十年左右就会扩散到整个太平洋地区 也就是说 美国人根本不可能置身事外 也必须要遭受核废水的危害 那么 美国为什么还要支持日本 甚至说出感谢日本这种上市人性的话呢 首先 美国人觉得他们距离日本远 率先受到危害的是亚洲 其次 美国人是处于地缘政治考虑 处于围堵中国的战略考虑 是要借此支持日本排放核废水 换取日本上美国的对华战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